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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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设施器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二款规定 个人有损坏挪用或者上次拆除停用 消防设施器材的除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另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4条第三款规定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本案中玩耍灭火器人员是未成年人 所以因灭火器浓为他用导致侵权的 必须由监护人承担责任 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作为家长更要以身作则 向孩子和身边的人普及消防安全支持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防范能力 共同维护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平安 居民朋友们 干粉灭火器是小区内常见的消防器材 对于住宅内电气火灾 线路火灾 厨房火灾 以及居民的私家车起火等险情 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在使用手提示干粉灭火器时 右手握住灭火器压把 左手拖住灭火器底端 轻轻取出灭火器 右手提侦灭火器 到达现场 拔出千锋 再拔出保险销 左手握住喷管 右手握着压靶 在距离火源两到三米的地方 右手用力下压压靶 左手拿着喷管 喷射干粉覆盖整个燃烧区 日常我们要把灭火器放在 异曲通风干燥处 我知道女生谈记得还是不可以拿来玩的 好的 这就给你 家在鼓楼 法护万家 祝劳繁现 平安过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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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